什麼意思呢? 平常我相信各位老師在用PowerPoint的時候 會有一個情形就是 如果我今天有Office的文件也好 或一般的文件 那文件通常都比較大 所以你要看它全貌 你可能會抓一張圖 然後呢要看比較細項 比如說像Essail報表 我要讓同學看得比較仔細一點的 我就會把那個放大之後再抓一張 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這個Focusite 就簡單多了喔 它的插入 它的插入這個部分 它本身也有資源 自己有新制度可以插入 那我們要看的是下面這邊 它也有螢幕錄製功能 所以如果你要 錄製螢幕上的內容也可以 那我們要看的是下面這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PDF 免費版的話 不能插入Office文件 免費版 但是付費版才能夠插入Office文件 如果你是轉成PDF 那就沒差了 那PSD當然也可以交進來 這是Photoshop的 所以如果我先去找一個PDF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喔 你看我把它下載下來 平常如果像這種PDF 你要給人家看全貌 是不是這樣要抓一張 對 對那我要給它看仔細一點 我就要再放大一個 但是呢我們來看一下 而且它只有好幾頁這樣最好的齁 所以我回到這邊來 我就來插入一個PDF 好現在你看我們PDF進來了齁 愛到我們 好自己一頁加進來 那我們就試看看喔 我從這邊先預覽一下 好平常在看這個內容的時候 好點一下 進來 好您看到這邊 當我要放大我就放大 這樣有沒有看得清楚 縮小就縮小 這樣了解吧 而且下一頁怎麼辦 你家 青菜你家 下一頁 下一頁 有沒有這樣畫一點點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Focus在它在用這種PDF 欸就很方便啊 我們就這樣直接看 就好像你平常在操作門件一樣 你知道 還OK吧 所以 你有機會可以稍微試看看 我剛剛知道為什麼 剛剛會比較慢了 原來有十幾頁 對 所以我挑錯了十八頁 因為平常如果頁 頁數比較少 應該是還蠻快的 好應該蠻快的齁 這個是 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Focus在 在處理這種PDF 真的是還蠻方便的